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康瑞台风已经走了 但是今天台股一开盘 大家以为我们台股有台风了 因为岂止开盘先跌了600多点 我们的现货开盘也跌了将近600点 不过今天通通留下超长下影线 贵买最后还收红 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知道也许蓄积了我们放假一天的能量 因为美股的纳指也是回涨相当的大 但是今天留下一个超长下影线 是不是代表转折点要出现了呢 下个礼拜美国总统大选礼拜三见真章 今天舆论又有点不一样了 舆论说贺锦丽在摇摆州 又跟川普拉近了 不一定是川普胜选 好这一些都在在影响台股的盘面 但是如果转折快要到了 布局到底哪一些是对的 我想今天这一集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欢迎这一集的三位来宾吧 第一位是报价天王幸福哥 好报价天王幸福哥 今天带来了两大主题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货柜航运 自从马仕机告诉大家 他要四度上修猜测 我们的货柜航运价 我们的货柜航运价 股价也就慢慢的往上垫了 今天万海甚至是涨停板 所以等一下幸福哥会告诉你 货柜航运有没有机会一路开向农历年呢 这个是在传产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要看到美超围 哇两天跌掉40几% 因为财报的遗云 那台湾相关的概念股 有人当然是受害了 像双红今天就中错 但是有人是捡到枪哦 如果你跟美超围不同阵营 又有AI的题材 等一下幸福哥告诉你 其实接下来行情是十分的看好哦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总金专家大佛李奇展 好大佛今天来 当然今天晚上有重要的数据哦 失业率非农就业人口 好这两个数据 等一下大佛会独家解读 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 最近几个月 其实现在预估跟结出来 是很match很准的 但这也代表 今天晚上的数据不能有任何闪失哦 因为现在美股也在一个十字路口哦 如果失业率往上跑的话 美股会不会再往下修正呢 另外今天大佛带来两个很重要的商品 一个是黄金 一个是美债 黄金高高在上 美债低低在下 可是如果您现在要比较安全的选择 会是哪一个 等一下听大佛告诉您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 黄金右下角 维泰 好维泰今天帮大家也做了功课 一样是第三季的季报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季报率有一点不好 哇股价今天跌得也很重 但还不错的 其实也会反应哦 当然今天要看的 还是在AI股的上面 等一下维泰 要来救一些落难的股票哦 例如同伯基板的龙头台光电 光宝科 这些大型的股票 为什么股价在右下角呢 像刚刚提到的双红 有没有被错杀的问题 等一下听维泰来告诉你 AI股第三季的季报 谁被错杀 谁值得救他一把哦 好首先有请 幸福哥 好报价天网 今天要帮我们讲了 11月怎么来了一个 算是开门黑吗 但是很多人说 今天是大奇蹟日 因为下影线有600点 台积电今天一开盘 9字头耶 赶快下单 但是来不及了 两分钟就拉上去了 好还有传票 现在看起来 也是不错的选择 美超委的问题 到底跟台股的AI供电 有什么关联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大盘来看起 其实啊 我们昨天刚好放台风价 对 那其实昨天美股的收盘 来看的话 哇科技股 日游游 对都是收跌 不过呢 其实啊 因为最近也是刚好 美国这些公司呢 在公布财报 所以公布完之后 其实像intel 跟这个amazon 盘后 盘后其实都还不错 所以呢其实早上 我们一开盘就杀600点 有一点 好像杀过头的感觉啦 因为其实 科技股呢 在盘后 有些都有拉起来了 然后呢 在这个指数的部分 电子盘 期货也是都有出现小涨 所以呢 整个状况来看的话 美股的一个 虽然昨天收跌 不过没有进一步 再往下挫 也是激励今天台股 能够开低走高的原因 那我记得 我们上次来有讲过 就是 美国呢 当年度只要遇到 总统大选 其实选前了 你看9月10月在这里 就会表现的比较弱势一点 不过呢 进入11月 12月 选完 整个状况底定之后呢 其实该涨还是会涨 而且这个时间序列是非常久 从1928年 到这个2024年 大家想想看 到现在 你可以发现 这快100年的资料 所以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 有它的参考价值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 季度来看的话 这是每一季 每一季 我们这次是第四季 Q4 Q4 你也可以发现呢 每年的第四季 最近这34年以来 涨了28次 跌了6次 所以呢 上涨的几率 高达82% 平均涨幅5个percent 去年更是一口气呢 标幅500 涨了11% 所以呢 从很多的历史数据来观察的话 我还是 维持我一贯的看法 就是我认为第四季 还是有行情的 是 虽然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变数比较多嘛 一下谁领先 一下谁又出来 这个 这个讲了什么话 一下让股市 有比较剧烈的反应 但是 照往例来说的话 该涨 选完之后 还是回归基本面 我觉得这是重点 好 再来的话呢 目前啊 我们整理了几个因素 可以去看一下 台股的整个七大利多 你可以发现台积电 上次开完法售会之后 哇 七大利多 对啊 七个 后面七个 台积电讲完法售 其实数字也不错 第四季呢 还有10到15%的成长 这个人家都已经先讲出来 然后呢 整个 回达 GP200的供应 第四季也是 准备要开始大量出货 还有呢 美国联准会 年底之前 还有降息的机会跟空间 那目前公布的这个财报 来看的话 优于预期的比例 也是比较高 还有美国的一个企业 回过潮 欧美的消费忘记 还有年底 投信集团股作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的K线 其实我觉得这个控盘的黑手 算是控得非常好 好 今天打到季线 而且呢 不只季线 你看这边灰色的 是半年线 半年线跟季线 对 半年线跟季线 刚好就在这附近 就在这附近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两条重要的均线呢 都是今天呢 整个大盘能够 获得支撑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这边也整理 给大家看 你看发现 我们之前来讲过 季线已经转为正邪率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呢 季线跟半年线之间 大概是两万二到两万三 这个其实就刚好 在这两条重要的均线附近 再来我们整理一下 比如说今天季线守住之后 其实外资的空单 也有做了一些回补 这是好事 而且呢 今天成交量 也稍微有点放出来了 那这4000亿的成交量 告诉我们说 其实今天呢 开低走高 其实做了一次有效的换手 那就是下方 其实在季线附近 已经有人在逢低成接筹码 然后呢 台积电今天盘中 是有一度跌破千元大关 那其实这个是一开盘 大概五分钟之内的事情而已 所以你就是大概9点45到10点 9点10分 大概那半个小时 你要做决定 因为那个价格一开盘 很快就没有了 1000块就是闪一下而已 对 那你可以发现 基本上它今天就几乎 盘中一度有回到平盘 是 那其实最后只小跌5块 那以明年来看 其实台积电EPS最少50块 最少50块 所以呢 打到1000块或1000块以下 其实本益比又回到20倍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觉得20倍 本益比下台积电 其实算是物美价廉 物美价廉 所以台积电 既然已经有出现了投资机会 我觉得大盘 可能你要再出现那种 像8月的那波急杀 机率我觉得不高啦 机率不高 而且刚好现在也是进入第四季 整个股市呢 传统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季度 好 再来的话 今天早盘一开盘 大盘大跌五六百点 但是就很强的 是这个货柜航运 那货柜航运是这样 因为马斯基 他又再度的上修了 财测 而且呢 他今天有说 红海的冲突 会延续到明年 他又在挤牙膏 是是没错 然后呢 最近这些大的航商 比如说像达菲 像赫伯罗特 他们针对11月份下旬的运价 已经有做了一个调整的动作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 昨天虽然美股的科技股是跌蛮多的 但是昨天马斯基的这个股价是涨了7.8个percent 所以其实它是先人指路 告诉你说今天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个产业 而且今天盘中的时候 欧线上海的欧线期货指数 其实一度大涨10% 大涨10% 虽然最后收盘只涨了3.8个percent 不过其实早盘它一开始就很强 所以它有很多的迹象告诉我们说 今天整个货柜航运呢 它是一个主流 或者说资金会去青睐的对象 那主要原因当我们讲过 就是只要是景气循环股 有市场公开报价的产品 或有公开报价的一些原物料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它的整个报价有没有开始上来 那根据今天呢 下午最新公布的SCFI 涨了超过5个percent 连续两个礼拜是上涨的 两个礼拜上涨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今天大盘虽然跌40几点 可是呢 万海居然贡献指数8点 长荣、杨明加起来也是贡献了10点 这三家公司加起来 贡献了大盘指数20点 那甚至呢 万海呢 今天还涨停板 是 还涨停板 那我有看了一下 那个分类的细项 这一次呢 SCFI 涨幅比较大的一个是欧洲线 还有一个是亚洲线 亚洲线 难怪万海 万海今天会很快冲涨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亚洲线是万海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航运的路线 所以呢 涨幅也有大概一成 超过一成 所以呢 今天股价就很强 所以一定会有人先知道 业界的人士 他们一定会先知道一些讯息 所以像我们上礼拜来 就有稍微讲一下说 我们开始可以去回过头来看 这边10月22号就上礼拜 上礼拜时间 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个这个运价已经蠢蠢欲动了 蠢蠢欲动 那今天你看旺海就拉了一根 涨停板 对很漂亮 带亮的实体 红黑棒 那刚好其实他比较 算前几天没涨到啦 所以呢 技术面也好 或抽码就相对整理的比较干净 那头信你有做些琢磨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中低价的 而且量比较大 是阳明 是 阳明的话呢 其实他是比旺海稍微早一点点发动 对 因为我们之前看是涨那个欧美线嘛 对 那旺海是亚洲线 所以旺海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动 那今天你看 阳明他也是过了这个 最近这半个月的短高 那接下来呢 就有机会来挑战前一波 这个美东港 美东的这个港口罢工 大概在接近75块的位置 所以呢 整个量跟价 目前看得出来 今天也是一个带亮的实体红黑棒 这个其实我觉得 目前整个技术面 形态 或者说法人的筹码 看起来都不错 这可以持续的来去做追踪 那持续追踪就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盘中 货柜运价指数期货的报价 或者说呢 像每周一次的这个SCFI的报价等等 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的 去做一个观察跟追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最近 拖累美国科技股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美超委 美超委 做假账 对 结论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做假账的疑云 疑云未解 对对对 西河哥果然谨慎 对对对 因为其实 这个也不是最近才发生 像之前有一家 专门做空的公司 叫新登堡 新登堡 其实他八月的时候 就已经说 他认为 对 有可能做假账的疑云 而且呢 这家公司他也 直接说 我就是有放空他 然后呢 出具相关的报告 那一出来之后 哇 果然延后申报财报 然后股价就跌了 还配合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两天一个重大事件 就真的重大了 安永会计 就是他的这个会计审查单位 对 认为说 我没有办法帮你签这个财报 他辞任了 他辞任了 所以呢股价两天就快腰斩了 跌了44% 那美差委是这样 你看八月出一次状况 然后现在又出一次状况 是 那其实今年股价 还有分割过了 本来那时候涨到一千多块 但是呢 那其实基本上已经跌到今年的新低了 是 所以你如果年初看好 AI去买他 曾经大赚三倍五倍 但是呢 又难科一梦回到原点了 这个是他的股价 目前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受惠受害股 快速看一下 这边受害的有这些 就跟他关系紧密的 然后呢 受惠的有这些 就是可能会有转单的效应 那这边呢 后面产业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行观察 就是可能有组装 或者说有不同的 这个里面的一些零组件 等等 这些大家可以自行观察 那我们就快速的看 几档个股为例子 这是受害股 市场点名双红 有出货给美超微 对 那今天其实他大概已经快杀到 这个年线附近了 是 不过呢 我们必须帮双红讲一句话 就是其实他也不只是出美超微 对啦 所以他的客户是比较多元 只是说因为他今天被市场点名 所以跌得有点重 少到了 所以呢 就看这个年线的支撑会不会出来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要比较小心 是利潭 好 说他们有入主嘛 是 就是年初的时候 那一段美超微大涨嘛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在观察 有没有什么美超微概念股 后来发现说 哇 梁氏兄弟有进来这家公司啊 所以那时候股价就还没开始赚钱 就股价飙到快150块 那这个就要小心 因为没有数字嘛 那你用题材上去 题材消失之后 其实股价会跌很快 这个就要小心 OK 好 那另外有受惠股的部分 你看其实AI还是在成长 还是在成长 所以呢 整个AI伺服器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甚至到明年 我们还是看好它的成长性 那今天市场传出来就是 有机会强到单的 比如说像Dale 那整个Dale的供应链就很强 比如说像伪创 今天其实一开盘 我记得大概不到十点 就突然盘中开始急 尾盘的时候涨了3.6% 那你可以发现 最近其实法人都有开始回补 这是一个 股价呢 其实整理的形态也还不错 这是伪创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 是因业达 他一样 他也是这个Dale的供应链之一 这个股价刚好也是在右下角 今天也是稍微点带量开始往上 这个也是可以注意 那另外今天涨幅最大的 其实是这个技嘉 终于 对对对 终于等到他了 因为美超委有个大客户 叫Core Wave Core Wave 那Core Wave 其实同时也是技嘉的一个主要客户之一 那如果未来呢 客户可能担心 美超委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订单转给技嘉 因为我们知道 通常接种订单的话 你一定事先要通过认证 跟客户有长期的开发合作经验 不然的话呢 你要再找下一个供应商 可能三个月半年之后 那技嘉本来就已经是他的合格供应商 所以市场的想象空间就会比较大 而且刚刚股价位阶也低 所以今天就带量 拉出了一个带量的实体红K棒 涨幅也近近8个percent 所以如果这个议题持续发酵的话 我想这几档 就是对于美超委来说的一个利空 但是对这几家厂商来说 反而是利多 大家也可以持续做观察 而且基本上这几家都整理很久 对对对 也都是AI概念股 是是是 而且都有赚钱 都有赚钱 是都有赚钱 好 这边非常谢谢报价天王 幸福哥 谢谢